宋朝露!宋散! 以后以来再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宋总共,为我们的书! 谢谢! 谢谢! 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好! 今天看着这样的一个场面,我想陈青龙也好,段维宇也好,今天在台上的各位乡亲,我们再一次的来鞠躬,谢谢这么多的乡亲,给我们的鼓励和加油,感谢大家,多谢多谢! 谢谢大家! 宋主义! 动赛! 宋主义! 动赛! 宋主义! 动赛! 宋总统! 动赛! 宋总统! 宋总统! 必如台湾! 宋总统! 必如台湾! 宋总统! 必如台湾! 宋总统! 各位亲爱的乡亲,我今天看到台子上也好,在台下也好,我不仅是感动, 我也非常的感激,像今天陈三井,陈议员,林腾瑶,林教授,还有这么多,我陈议员,今天好多好多的这些乡亲,愿意站出来,要有很大的勇气,我再一次的向他们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还有我在场的,林长茹,林国大,廖文章,廖教授,廖,我们这么多的乡亲,为什么大家愿意站出来? 我要特别向各位报告,今天看到921的这些受灾的我们的乡亲,已经十多年了,到现在,他们的问题还没有能够解决,我以歉疚的心情,向这些921的各位乡亲,要鞠空道一个歉, 宋楚瑜两千年努力的不够,如果宋楚瑜努力的话,他们今天的问题早就应该要解决了, 各位亲爱的乡亲,不管是大理也好,太平也好,或者是现在的风源的联合市场也好,这么多的乡亲,已经921十多年来,而且是经过司法的程序, 也就是司法已经断定,国家要给予赔偿,是政府的施政出了错误,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是过失,而让这些的灾民,受到了损伤,应该给予救济, 明明这么多的人捐过钱,发挥人道的精神,捐了钱就希望去照顾,解决这些受灾将近的问题, 竟然专款不专用,而把这个问题一再的拖延,宋楚瑜当选总统会做两件事情, 一个一定帮大家的问题要去解决,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好,第二个,我们司法诉讼的程序,也要检讨, 既然已经二审,把它处理过来,证明政府确实应该注意,而没有注意,今后再有类似的国家赔偿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负起责任,就像宋楚瑜担任台湾省省长的时候,你还记得威尔康大火的时候, 只要司法机关一省证明台中市要负责的时候,省长自己出面, 请台中市市政府来处理,不够的钱,省政府愿意共同来帮台中市来处理, 各位,我们要政府干什么,今天政府该要负起责任的事情,就应该要帮大家解决, 您说,是不是啊?是! 宋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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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draft! 宋总统! 央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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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各位亲爱的乡亲,今天我又回到了丰园,我不但很激动,而且感受我, 我在担任台湾省省长的时候 我最后一天担任省长的职务 我还必须要跑到台中跟彰化的那一条快速道路 做最后的决定 要不要通车 已经全部在我的任内 过去这么多年想做而没有做好 已经全都做好了 台中到彰化这条快速道路 但是有一点我不放心 就是那个灯 那个路灯还不符合标准 所以宁可把剪彩留给别人 人民的生命最重要 你说对不对 对 人民的生命最重要是不是 不管是中头公路也好 中章公路也好 都是多少年来希望要做 而没有做 台中到南口的这条快速道路 我在做省长的街间 想办法要去通车要去做 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 如果去做了高价 底下的人 这些商区商业受到影响 受处于亲自去协调 那就是上面有快速的 底下也可以照样 可以行走 我跟大家说 政府就应该有耐心的 帮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 你说宋楚瑜在选省长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话 心中酸口宋初如 也为我们的兄弟兄弟 大家来做买做苦 以国会交 以国会交 对吗 对 各位亲爱的乡亲 风源 我在赶路的当中 是少有一个行政首长 敢去坐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很危险 您点头 因为直升飞机 只有一个引擎 只要一个引擎 出了事情 不是滴行机 是滴滴路 很危险 非常危险 宋楚瑜 敢坐四百趟的飞机 但是我在赶路的当中 照样在做工作 我有一天 飞到风源的上空 我当时还不晓得是风源 怎么这条路 竟然四线的大道 怎么只有两条线的那个桥 那不是开到 那个桥的边上 就掉到河里面去了吗 去请他们去查 原来风源没有钱 去坐桥 宋楚瑜 去查了之后 这就是现在的重德 大家讲的那个大道 宋楚瑜就是坐直升飞机 还在做工作 认真做事的人 应该受到肯定 对不对啊 认真把人民的痛苦 和人民的安全 摆在心里面的人 才需要继续有机会 给台湾人带来新的希望 你说好不好 好 醒了 梦祝